《小女花步器》是根据庄庄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武侠剧 由林依晨、张彬彬领协主演 林依晨扮演的花步器备受关注 虽然自小过着颠沛流离的乞讨生活 但花步器依然拥有女主光环 剧中好几个男子都喜欢上了花步器 陈玉是七王爷府上的世子也是独子 德芳石的身份更是不简单 最后他还成为了皇上 鱼狼也是飞云宝的少主 就连沐若飞对花步器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然而这几个大家族都是皇上比较器重的 花步器不管嫁给其中的谁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当然花步器的身份也是不简单的 他既是圣女更是江南首富诸富的唯一继承人 花步器和薛飞是两种性格的人 薛飞因为逃婚被哥哥藏到莫府 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可收拾的血案 如果花步器像母亲一样逃婚 或许她的遭遇也不好 但花步器在处理婚姻的事情上 比薛飞要强一百倍 就连猪八爷都对她再不绝口 然而花步器越是厉害 德方石就更喜欢她 但她更在乎花步器的感受 德方石的真实身份是毕罗天的少主 花步器和薛飞正是被毕罗天的人害惨 如果毕罗天的人没有散播谣言 用圣女祭天 得毕罗天宝藏者得天下 估计薛飞也就不会死的 而花步器也就不用走薛飞的老路 毕罗天的人才是害死花步器真正的凶手 然而这个秘密还是柳清吾告诉陈玉的 直到大结局花步器都不知这个秘密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喜欢追剧的小伙伴欢迎订阅 评价 转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